臭道士哄骗愚蠢的寡妇 吞去全身衣物 换上宽松的罩衫 谎称是为她做法治病 接着道士不意用桃木剑 随便笔划几下后 就让阿凤喝下符水 然后去房间躺下 起初阿凤有些顾虑 可看到道士一脸正气的模样 便放下了最后的防线 按照吩咐闭上了双眼 随着道士在身上游走 阿凤的意识越发地模糊起来 没意会就露出了愉快的神情 过了一个多小时 阿凤醒了过来 只觉全身疲惫不堪 而道士给出的解释 是已经为她打通了经络二脉 单纯的阿凤竟信以为真 殊不知自己的噩梦即将开始了 从这以后平时衣着朴素的阿凤 竟整日开始浓妆艳抹 村民们见此都十分吃惊 不知情地还以为她背下了桃花咒 原来在不久前阿凤出见道士时 就被道士佩服的五体投地 只因道士丝毫不差地 说出了她的人生轨迹 十岁克母 二十五岁克父 更是当场治好了自己的头疼病 道士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她接下来就会刻死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 这让阿凤慌张地寻求破解之法 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从那时起 阿凤便开始了她毫不自知的命运之旅 说来也怪 无论是她的女儿还是春桃自己 只要感到一丝不适 只需喝下道士调制的浮水 他们便仿佛换了一个人 神采奕奕 这种情况下 春桃简直就把道士当成了偶像 每天都会去神坛求助 任由道士左右摆布 可悲的是 阿凤完全没有察觉到 死神已经在悄悄逼近